大家好,今天我收到了一台H牌的笔记本 电脑是一名大学生的 熟悉我的网友应该会经常看到 我会常常帮助一些遇到困难的学生 现在的电脑开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当事人先到当地的电脑城看了一眼 电脑城的老板看了一眼以后 就让他直接来联系我了 当事人说里面电脑的学习资料比较重要 所以这一台电脑是要来做资料恢复的 我们先把它的外壳拆下来研究研究 后盖拿掉以后呢 这一个就是它的硬盘了 这是我们这边的常客三星PM9A1 看来今天又会是一场苦战了 先把这个硬盘给他拿掉 我们先给这一个硬盘单独测试一下 上电电流是可以跑上来的 不过稳定以后 电流会卡在0.53 感觉像是掉固件了 我们上级确认一下 可以看到硬盘单独上机 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硬盘短接 好像也进不了路模式 这个盘有可能是主控挂了 或者是自身短路了 但是当事人说里面的资料十分的重要 一定要让我帮他想想办法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测一下 它里面的供电部分正不正常 这边1.25V 这里有电 刚测试了一下 这边的供电 它是全部都正常产生的 后面我又研究了很久 虽然它们的电压都是有产生的 但是这一路的供电 它只有5欧多 将近短路的状态 这个盘还给我设了一个陷阱 那它正常的组值应该是多少呢 我这边刚好有一个好盘 我们来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好盘这里 是差不多有800欧的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也算是个坏消息 假设是板程短路的话 换一个主控板 肯定是可以轻松秒杀的 如果是主控短路的话 那这个盘十有八九是没救了 风险我给这名网友报了一下 他说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是正常的 我收到了一个七场红的硬盘 硬盘是这名网友他自己修过的 但是很显然没有修好 所以他自己也测量了一下 告诉我是这边的电容短路了 这两个就是他当时拆掉的电容 我们来测量一下 可以听到 他们确实是短路的 都发出报警声了 这个是什么供电呢 这是一个颗粒的3.3V主供电 他把电容拆完以后 发现依旧是短路的 于是这名网友也不敢继续往下拆了 随后又随手的把这两个电容给他复原了回去 其实像这一种主供电短路的 也不一定是电容短路啊 因为这一个3.3V还会给颗粒供电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前面的电源芯片部分 自身短路了 我们可以先尝试性的把这几个电感给他拆掉 看一下他是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3.3V 它具体是由哪一路电感产生的 所以我就一口气的把这三个电感全部给他拆掉了 我们现在再来测量一下 哎呀 还是短路的 是后级短路了 因为这一个3.3V的主供电 它是有跟颗粒连接的 也不能用高压去烧它 所以只能采用最笨的方法了 我们先把这主供电相关的电容全部给他割了 这里一个 这一排都要割掉 这一边的电容割完 好像都已经不短路了 阻值都恢复了 难道要减漏了 我们先把这几个电感给他补回去 电感补完 电压直接轻松恢复 我们可以看到3.3V已经出来了 这名网友蒙对了一半了 我们现在连机测试一下 虽然现在它短路问题是已经解决了 不过上机是提示一个未出化状态的 下面硬盘也没有识别啊 我们短接看一下 它能不能读到这些颗粒ID OK硬盘短接是没有问题的 EG的分区已经识别了 并且上面的ID一个都不缺啊 看样子 这一个盘除了短路以外 还有一个雕固件的故障啊 我们现在再给它创建一下翻译器 看一下里面的数据能不能读到 硬盘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是报了一些错误啊 这些呢就是坏块啊 所以这一个盘的原始故障 大概率是坏块炸了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造成这个盘短路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能不能被我成功滤掉 大概试了一下 绿它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不过有一些地方黑掉了 这些呢就是坏块啊 到时候把这些地方重新补一下 应该就可以交拆了 又经历了一天的思想斗争以后 最终决定还是让我来当它的主治医生 因为是短路的 我们先把它的颗粒给拆下来 单独测试一下 如果是这一个颗粒坏了 那就没有继续维修下去的必要了 颗粒这边我已经连接到测试架上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识别的比较顺利啊 接着我们换第二个 第二个颗粒看起来也还行 不过这一路供电 依旧还是短路的 我也懒得找原因了 我们直接请出我们的志愿者 给它做一下器官移植 坏盘上面的主控跟颗粒 我已经移植过来了 现在我们来上机看一下 硬盘灯已经闪了 可以看到原来硬盘上面的分区 也已经识别出来了 因为这一个盘经历过大手术啊 所以这一个识别速度会比较缓慢 这一个盘的原始故障 应该就是它的板层自身短路了 赶紧给它做一个镜像备份 当事人说想保留一下硬盘里面原来的系统 随后这名学生 又给我送来了一台全新的电脑 颜色不一样的 希望我可以帮他把原来的系统 也一起移植过来 又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它原来的系统 给它移植到了这一台新的机器上面 我们来开机看一下 屏幕是可以轻松点亮了 并且也可以进到系统啊 本来呢我是想修好 打算直接给它送回去的 但是看了一下这个时间 现在送过去也不合适吧 我知道这名学生的学校在哪 离我这一边大概30分钟左右的路程吧 所以只能改天再约时间去送了 这一次呢我并没有翻车啊 我这边就先溜溜球了 你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